好我们来关注的是首场总统候选人的证件发表会在20号登场 不过爆出了电视台转播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发言时呢 被消失了44秒 那后一进半呢也接到了民众的投诉 说三位候选人当中三例只有完整的转播 民进党赖清德的对话的谈话 那另外呢两位候选人在发表证件的时候 则是因为被广告或其他节目的片头所干扰而被截断 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 像是候选在第二轮发言时呢 进行了三分多钟后 节目才由广告转回现场开始转播 而接着第三轮候选发言还剩下三分二十秒的时候 是以开框的方式 由节目主持人同步评论之后就进广告 候选进半的发言人王敏旭就表示啊 这种选择性或是不公平的转播 是有违民主政治的原则 也伤害到人民知的权利 对此三例电视表示 三例并不是转播台 原本的新闻时段本来就是有商业电视广告 这跟候选人的发言无关 好那么看到了柯文哲呢 他是在谈到了居住争议的时候 民事的YouTube频道上面呢 消失了44秒 那民众党的发言人陈志涵就呼吁说 媒体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扰 也说呢评论是依据民事新闻稿 好不料民事的新闻网 民事新闻的网路部经理就冲到了他们的记者会现场去直球对决 强调这个不是人为之外呢 也说已经重新上架了完整版的片段 民事快新闻的连接上头是被消失了 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怒火中烧 点名民事全英首场公办总统电视证件发表会上 柯文哲谈及居住争议政策时 民事快新闻YouTube直播竟然消失44秒 把柯文哲的片段给消失 这不是一家电视台 不管是在政论节目上 或在新闻内容的检取上头有明确的偏颇 这不只是个案的问题 这个是通案的问题 我的评论是基于你们民事的快新闻所发出的声明稿 我并没有超义的问题 召开记者会前再三确认为何被消失 不料民事新闻网络部经理 直接冲到记者会直求对决 表示是直播串流影片发生网络缓冲现象并非人为 也说民事新闻的脸书影片并没影响 不过双方当面交火现场火药味十足 所谓的消失的44秒钟 这个不是民事所为 我们在民事的那个新闻网跟FB粉丝页上面 都已经做了澄清 既然送给YT跟送给FB是同一套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YT的程序上面去剪掉44秒 这场还是我们的记者会来做说明的话 其实我们非常欢迎 那不过呢 基于礼貌上 或许应该先让我们知道 民事强调已将短缺影片直接移除 并且重新将完整影片上架YouTube 不过影片下方随即涌入网友大酸 可以考虑改名民进党央视 台湾人的剪刀民事新闻台 改成民进党的眼睛好了 更把猫头指向中选会 难道国家机器介入 强调选务机关行政中立 针对YouTube网路部分 若有收到检举也会依法处理 只不过在选战关键时刻 这短短的消音 不免让外界有所讨论 记者李威汉林伯瑞台北报道